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医师科技大学的留学生 哈喽,我是来自食品营养系二年级的七力选 我是来自数位设计与资讯管理的罗国选经年大三 我是来自幼儿保育系的大士学姐,我叫Jolene 我跟学姐一样也是来自幼儿保系的,我是大俄学生梁元凌 我是宠物照护美容系的沈信仪,我经年大二 我们宠物照护美容这个系其实它的范围蛮广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宠物训练,宠物照顾,然后宠物用品啊,食品制作 然后我们还会有学到那个宠物旅馆,然后还有餐厅 其实这个科系在马来西亚是很少很少见的一个科系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来读,如果你是真的对宠物很有兴趣 然后就很想要来了解,然后来读看看真的是很不错 然后我的科系呢,是幼儿保系 然后它的范围呢,是0到12岁的小朋友 然后呢,不要以为幼儿保系就只能够单独就是在幼儿园 幼儿园还是拖婴中心那边做工 其实只要关于到宝宝啊,幼儿的都能够发展,都能够往这个方面去从事 对,好像我们进拖婴中心之后就会发现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一方面都比较偏弱 所以进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的带回国内发展 然后我们学的东西也很多元,我们会学到很多跟幼儿相关的课程 比如奥福音乐啊,婴儿瑜伽,我们学校都会提供,而且非常的有趣 然后食品营养系以后就可以当一些食品检验师,食品分析师 或者是在医院当营养师 现在很多马来西亚的学生可能都会考虑是否要出国读书或者留在国内就业 在我来决定出国读书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和老师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之后 我怕家里的负担很大或者什么等等的 之后我和老师了解之后发现学校有四年的奖学金制度 可能会刚开始会担心我是不是不能拿到这个奖学金 可是来之后我发现其实老师很关心我们 所以我们的成绩也一直都可以保持在班级的前五名 所以奖学金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是前五的好不好 虽然就之前中学的时候真的成绩垫底了 然后可是就是来到台湾之后可能环境不一样嘛 然后就是真的会有所改变吧 就会更努力不要上进了吧 然后真的是谢谢那个学校的老师们 然后就是可以通过学校获得很多的资源 就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一些资讯那种 就是发现自己有无限的潜能 关于我们的公读的话学校也很贴心 就是会帮我们寻找公读的机会 就好像我真的是很幸运的能在学校的宿舍那边当公读生这样 然后我也是在学校的产厅当公读生 然后其实台湾的时薪真的是蛮高的啊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赚自己的生活费 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打工其实是一个很好磨练自己的机会 就可能我以前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可是打工之后我就会比较敢跟别人讲话 沟通 然后就暑假的时候嘛 我们就回不去嘛 然后因为疫情很严重回不去 然后我们就全部都留在台湾这边 然后我就有去留在宿舍那边打工嘛 然后就可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那样 我暑假跟大家可能过得不一样 因为我已经大四的学生了 所以我暑假的时候到职场去实习 我到幼儿园实习 然后得到更多的就是实际经验 然后知道整个操作更加了解这个行业 然后也更加的喜欢 我虽然没有像学姐这样充实自己 可是我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活出自己 就是我们都有到处去玩啊 就去看探索生命 就是到处去玩然后之后去看其他世界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台湾念了这么多年以后 毕业后要干嘛 然后之前就有听说过就是一个七十分 评点字人才流胎是真的蛮难留下的 可是学姐你知道那是怎样吗 呃这个因为我要毕业了 所以就有和之前的学长姐了解过 之前一直觉得这可能会有点难 之后发现其实学校老师会帮助我们很多 然后给我们很多意见 所以非常多的学姐学长都说 他们都有成功顺利的通过这个评点字 然后成功留在台湾 然后希望可以在学校看到你们 欢迎加入我们 晚安 感谢观看